再来看那个0604的这个部分 主要是讲到有关那个网页资料的截取的基础 OK,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第一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第一个练习做什么呢 那因为想要抓网路资料 可是我不知道抓什么东西 那第一个呢,我们先拿平常比较常 常看到的,就是说呢 我们每一次呢,在我们的论坛里面都会提供给各位一个像这样完整影音的一个连结 那如果说我今天有个需求,什么需求呢 我希望把这上面,因为我要做这个影片的管理 影片的整理的话 那我想要知道说,这里面到底有几个影片 然后呢,影片的连结在哪里 比如说我以前要做什么,我可能要先选取它 选取这个,然后再按右键把它复制连结 有没有,所以我可能是希望一个名称一个连结 一个名称一个连结 那以前的话,如果要图法链刚来做的话 哇天啊,我做不,因为我光播放清单 我在YouTube上面至少好几千个啊 OK,如果我要做整理的话 那我岂不是我永远做不完 所以呢,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帮我把这个网页里面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的影片的名称跟影片的连结 帮我抓下来 那可是我要怎么抓呢 第一个,你要了解几件事 之前有跟我讲,按右键有没有 在空白就按右键,显示原始嘛 那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网页本身的内容 其实就是这些程式啦 只是说因为它经过浏览器的解析啦 所以浏览器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帮我把背后这些东西 变成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 OK,那可是如果我今天要抓这个东西的话 我不能说我看到什么,我就抓什么 那如果看到什么,可以抓什么的话 那更好,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 不然的话,如果你只是把原始嘛打开的话 你会发现,哇,真的是头很痛啊 可是问题来了,我们有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就叫做Beautiful Super 这个东西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不用看这些东西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哇 这些东西啊,未免太复杂了吧,有没有 但是你说复杂啊,但是它还是有个结构性 你还是可以找到对应的关系 只是说呢,如果你真的直接去看它 当然也是个方法 因为很多工程师啊,要爬虫之前 还是去看原始嘛 这个当然是一种方法 可是我是觉得说这种方法有点未免太命苦了吧 不过说真的啊 像之前我有去参加研习的时候啊 那个上课老师,他也是叫我们要看原始嘛 他也就是这样子慢慢去找 我要找的东西在哪里 比如说我要找的东西 应该是什么 我要找的是那个名称,有没有 有没有往下找 他就这样找找找找找 不过我跟各位讲千万不要这样找 这样只会让你的眼睛的度数增加而已 所以呢,接下来我教各位 你要学会在浏览器里面的一些功能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我们要找的特征 为什么要找特征呢? 因为Beautiful Super 4 这个东西你只要给他一些特征 他就帮你把你要的东西抓回来了 但是你必须要提供给他一些特征 那这个特征主要是两个东西 HTML的标签跟CSS的样式 OK,特征主要是这两个东西 大概知道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如果要抓这个网页 所以你们应该都有这个连结吧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大概先找一个播放清单都可以 反正就是播放清单 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的 这相关的影片就放在这里 那我如果要抓这个按右键 比如说我要抓他的名称跟他的网页 你可以按右键 请特别注意 可以试着学会浏览器 不过跟各位讲 我现在用的是Chrome浏览器 Google的 如果你是用IE浏览器 做法又不太一样 我是用Google的浏览器 比如我想要抓这个东西 我可以在这个上方按右键 找到一个叫检查的功能 OK 那其实检查 顾名思义 意思就是帮你怎么样 帮你把目前你要抓的东西 它背后的程式码单独帮你显示出来 而不用从头到尾去找 OK 所以特别重要 按右键 可以是按右键 然后检查一下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它会在我们的右手边 会显示出它背后的程式存在的位置 OK 有没有 但是有个地方 麻烦 什么地方 今天好像太窄了 有没有 不过不管 反正先这样 那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呢 它的程式码就会秀在这里 有没有 上传的 按右键 这个按右键 检查一下 它就跳过来了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右手边 就会出现 有这个东西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就是 它会自动停在那个原始码的那个位置 那如果说遇到什么 左右 宽度不够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改成上下 那如何改成上下 请各位注意一下 在这边的这个 应该是开发者人员吧 这边有三点 你可以再点选这边 这三点里面 它等于是延伸的功能 我印象中 它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Duck 你要停留在哪一边 那你可以怎么 预设是在右边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在Duck button 就是放在下方 这个时候的话 检查原始码 就会帮我改在下方 感觉这样下方会比较清楚 就比较不会被挡到了 那你会发现 这边的这个资料 按右键 检查一下 它就停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的话 这个东西背后 的内容 其实就是这一段 有没有发现 那它会呈现出来 就是一个HTML语法 那我们的东西在哪里 这个东西是一样 就这个 你会发现在这里 下载资料 后面的话 还有一些字 这个不是我们 不 跟着应该是这里 应该是下面这一段 这个是什么 Label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Title 有没有 OK 或者是里面的Test 那它是放在哪里呢 你会发现再往上一层 它里面的话 哇 这H3 有没有 那Class的话 就是它的CS的样式 所以如果我知道 这些重点的话 还有一个 我们要抓的网址在哪里 网址在这里 HREF 在这里 这个也是个标签 它的超连结 就在这里 有没有 A Class在这里 Class就是CS的样式 所以 第一步 如果你要抓网路资料的话 恐怕要先稍微了解一下 而且 你如果现在移动它的位置的话 它的那个 Hyperlink 它上面的那个 连结 它也会帮你动一下 这边动的话 上面也会跟着动 甚至这边标签 可以说放一下 也就是它放在哪一个标签里面 那如果我已经知道说 它在这个标签里面 那我就可以怎样 根据它这边特征 再把这里面的资料抓出来 那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所以里面总共有13段影片 所以我需要抓什么 13段名称 加13个超连结 帮我列个清单 放在下面 那该怎么做 第一步 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这个开发的 这个如果你要把它再放回去的话 这个Duck 你可以把它放在右边又回来了 预设是这样 你可以把它改成这个 其他的话 大概先了解一下这个环境 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撰写程式了 抓这些东西 怎么抓 首先的话 我那个抓的程式在这里 其实就这几行而已 这样就可以把它抓下 我把它先Ctrl-C一下 然后把它Ctrl-V贴到这边来 开一个module 贴上 不过 input request这个应该没问题 可是Beautiful Super这个就会出问题 执行的话一样会 之前一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No module 有没有 这个No module name的这个 所以必须怎么样 再来把这个Beautiful Super安装起来 那安装的方式 其实跟之前讲过的那个方法一模一样 第一个的话 我们需要安装的那个 这个 安装这个Beautiful Super 那装的方法 因为我们这边电脑装了很多版本 所以你用Pipe一直都会出问题 我们用下面这个 那装的方式 一 请你把这个 Ctrl-C好了 二的话呢 你就到哪里呢 到我们的这个C碟底下的Python的37 应该是37是这个 就在这里就好了 OK 然后呢 这边有Python.esd 我们再在这里打一个cmd Enter OK 它就跳出来了 接下来的话呢 把刚刚我们 我从那个云端上面剪下 就复制那一段把它贴到 贴的话其实你可以按滑鼠的右键 就贴过来了 有没有 Python 然后1-m Pype install 一样是把这个装起来 比如说是不是 Enter一下 那我是比较不建议你自己用打的 因为如果打错一个字 它安装也会失败 OK Enter 那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正确 顺利的话 应该会出现类似像这样的画面 它会出现什么 它Collection 它目前帮你把它抓到了 而且这边有成功了 OK 那表示说呢 这已经安装完成了 那底下的话呢 才有办法Run to 结果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先针对什么呢 针对那个我们 这个YouTube上面的清单好了 如果我今天需求是什么 把YouTube上面的清单 里面的名称跟超连结 全部帮我抓下来 并且列一个表的话 那以前是不是土法链钢啊 现在的话 如果我要透过爬虫 去帮我代劳 抓到我要的这些东西的话 该怎么做 OK 其实说真的 难度又会比抓那个之前那个什么 CSV 傑森 还有那个XM 难度又增加许多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太多的那个渊失嘛 像HTM的标签 不过可能有些同学对于那个网页背后的语言 如果不太熟的话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你会不太知道到底哪些是标签 哪些是CSS OK 如果你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需要去稍微看一些相关的资料 包含也许你可以到那个天龙书局 找一本有关HTM和相关的书籍 了解一下什么叫HTM 什么叫CSS OK 那以后对于你要去爬资料 一定会有这个绝对的帮助 因为这上面其实都是这些东西 试试看哦